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别男孩欢迎来到明德正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来谈一谈 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那么 今天我们看到的几个新闻呢 都是信息量比较大 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是 美国的气候特使克里尔 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在对华关系上面 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那么 第二个呢是 耶伦 美联储主席耶伦 打电话给这个刘鹤 作为中美这个牵头人嘛 讨论了这个贸易这一块 那么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但是呢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 拜登下达命令 11月8号 这个美国 全面取消 38个国家的这个签证限制 包括中央人民共和国 那么从这三条消息来看 那么 这是政经政治经济部分的 那么也就是说 新型事下的中美新冷战的关系就是 我昨天讲的跟台海的关系是 类似 大陆跟台台湾的关系是类似的 就是政治经济上 可能会有一些 会有来往 但是在军事 军事政治上面是对抗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 跟日本有条重要的消息 中央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央行和日本央行 延期了 两国这个货币交兑换的这个协议 也就是中国差不多是2000亿 人民币 日本大概是三十几亿的那个日币吧 这样的一种对换的一种机制 稳定金融 两国的金融系统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跟日本又在南海搞军事演习 开进南海搞军事演习 日本派了他的那些 原来的直升机航母 现在可以停这个F35B的 垂直起降的这些战机 在南海搞军事演习 那么在这里呢 一边呢 也是在外交上说 想恢复两国的这个交往 那王毅呢 也给日本划下了红线 那么对待这个日本和美国 在对待中俄的这个武装战群 日本上面 日本呢 是高度重视的 美国呢 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是很不爽 表达出说 只是威胁霸凌日本 那从整个脉络上来看 确实 现在的这种关系 是又合作又竞争又对抗 那么 合作和竞争对抗的 重点就是这个 大家没有办法 坐下来好好的谈 也不可能好好的谈 尤其是有台湾问题 在这个地方卡着 不可能好好的谈 什么时候 能好好的谈 台湾问题解决了 有只有两条路 就像我讲的 第一个 要么就是维持现状了 对吧 就像那个郑永年 他妈的跑 跑过来 那个香港 那什么叫郑永年 跑过来说 北京有 会在这里保持和平稳定的 对吧 就按照这个套路 套路去执行的话 确实 日本跟美国 确实跟中国能 可能能恢复到过去 但是 你得按照他的意思来 那当然这个是不符合最高领导人性格的 那么 还有一条路 也能坐下来好好的谈了 那就是武装统一台湾 对吧 那么 这种方式下 这是继承事实 继承事实 那么 你 尊重也得尊重 不尊重也得尊重 所以说这个就是 现在的 中美的 这种关系的这种大格局 就这种格局 对吧 那 有网友 昨天在我下面留言 就是我说的 我说政治经济上 对台湾的 这个所谓的合同 军事政治上 对台湾的所谓武统 那有的 有一个网友在下面 恢复分了好 他说 我们大家慌什么 着急什么 会心什么 当年对西藏 我们解放西藏的时候 也是这个武统的呀 但在武统的前一天 还在说和平统一 对 这个确实是中共一贯的措施方式 我觉得 拿这个 这个历史的这个迹象来说 我觉得 是非常符合这一点 我们对台湾一直讲和平统一 但是在军事上 就不放松 目前这个局势 还是一个以武逼和 以战 逼降的一种状态 一种状态 那么 这个是 在这个一块 我们的一种总结性的一种 一种发言吧 我相信各位也已经看清楚了 美国提出的竞争和合作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对吧 那就是政治经济 我在经济这一块 我没办法打死你 我川普已经 当年已经走过了硬脱钩 已经走过了这种举国之力干你 但他现在只能举国之力干你 加华为还没干死 还在喘气 还在东山再起 那确实美国国力衰落很厉害 而且我说过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把美国当一联裁 越来越多的国家 反对美国 和美国硬着来 他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那 他要举国之力 跑过来这边来 摁住中国 那俄罗斯那边 又开始起来了 土耳其起来了 伊朗也是 各个国家 都是 那么 他重点要 抓这个东盟 我们也看到了 对吧 明天拜登要 时隔四年以来 首次参加东盟 三个小时的会议 估计又是在东盟上面 美国总统亲自参加 参加这个会议 肯定是要免目的 要批中国 什么自由开放的 印太战略 这个战略那个战略 对吧 所以说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 他是这个对抗的 在经济 金融领域 他是寻求合作的 那么 我们来 具体试 具体看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11月8日起 完成接种 指定疫苗 可以入境美国 美国总统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外籍旅客 从11月8日起 必须打完两剂 美国食品 药品监管 监督管理局 FDA 或世界卫生组织 WHO核准的疫苗 可入境 美国白宫 10月25日消息称 拜登 签署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外籍旅客 从11月8日起 必须打完两剂 美国 FDA和WHO核准的疫苗 才能入境 包括台湾目前施打的AZ BNT和Moderna疫苗 只有未满18岁和少数族群 例外 那么打了台湾的疫苗 好像就是台湾本土产的高端疫苗 是不让进的 是不认可的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普莱斯表示 今天白宫和疾病管制 与预防中心宣布 外籍旅客的 新冠疫苗接种政策细节 将在11月8日生效 从10月8日起 前往美国的外籍旅客 将被要求完整接种疫苗 并在登机前提供证明文件 才能搭击前往美国 这个里面 但台湾产的高端疫苗 没有列入其中 但是WHO认证的科兴 国药等 是被这个列为了 那么他也不能这么 这个具体要去说 说是这个中国 这么疫苗 对吧 也要安抚美国右翼 所以说从这一点 北京给他列的青南 他是在完成 对吧 这个完成就是说 中国的人可以去美国 包括什么中共党员 也可以去美国 那么这个事情 他在旅行 孟晚舟放了他在旅行 那么主要就是看他 最重要就是台海的方面 这个旅行 那么有一个方面 他也在做 那就是我们讲的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 刘鹤于美财政部长 耶伦通话 财政部长 这个耶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刘鹤 应要与美财政部长 耶伦 26日上午举行视频通话 中国官媒新华社 10月26日消息称 刘鹤与耶伦 就宏观经济形势 多双边领域合作 进行了务实 坦诚 建策性的交流 双方认为 世界经济复苏 正处于关键时刻 中美加强宏观政策 沟通协调十分重要 中方表达了 对美国取消 加征关税和制裁 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等问题的关切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也就是继续保持沟通 那当然这个 从美国一开始的 不接触政策 到现在的 有事都得找中国来谈 那么是很重要的 那么现在大家要知道 美国的通货盆长率 非常非常高 通货盆长率非常非常高 高到什么地步 也就是说 这个价格整体 上涨了百分之三十 一倍 一倍左右 不是三百分之三 就是大概一倍左右 那么 我看到一篇报道 现在 包括在美国生活的朋友 我也了解了一下 原来你一个 你和牛肉的 就是美国那种 标准那种牛肉 我相信在美国生活 你肯定很清楚 比如说 七八块美元 这八点九九美元 现在都要涨到 将近十六十七块美元了 你想想看 这种价格 涨的是翻一倍的价格 它的通货盆长率 非常非常高 拜登 他最近这一次 历史性的 二战以来的这种 下滑百分之一点三 的支持率 虽然是讲了 阿富汗撤军 讲了这个基建没落实 新冠没搞定 当然这是一部分 但最主要是什么 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 所以说 我会这么出一集 来解释这个事情 来讲这个事 但是现在就是 什么样的情况 美国商品的 马上这个感恩节 是美国很大的一个节日 还有圣诞季 现在美国的 这个货架上的商品 是空空颅野 美国还有一个 一个问题也很严重 它的集装箱码头 卸载能力很拉起 很烂 有一个大的码头 只有七台 这个吊装机 在进行工作 它的这个效率 已经全面的停滞下去了 确实这一届美国政府 确实是可以说是历史上 最腐败 最堕落 最无能的一届政府 老兵那样不是美国公民 不吃美国绿卡 只是做个 在YouTube上面发个节目 我都得给他缴税 我都得给他缴税 大家想想看 这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说你说这个美国 这个国家今天跟中国干 他拿什么跟中国干 现在全球有事 他都回应不了 除了通过抓个倒霉弹 叙利亚放两颗导弹 炸弹炸一炸 来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之外 除此之外 他没有任何的能力 他是一个失控的 那么这个方面 也就在经济方面 保时乐落 他不是刚刚取消了 对欧洲的 原来被川普加征的 那些关税吗 现在在计划讨论 取消中国的这个关税 那确实 我跟着说一句话 确实 大陆保证14亿 一人的这个福祉 还是很重要的 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包括这个台湾也是 我说过 这个ACFA 对吧 它也要保持两岸的 这个经济上的这种 这种交流 也是让台湾越来越 依赖这个中国大陆 但是我也说过 这个确实要是 拉响警钟的 因为这个跟中美贸易 没啥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哪里 中美贸易是 如果说斗 老百姓也都遭殃 如果说合 老百姓也都能合 都是有好处 就是说 老百姓 两国的百姓 都是能在这个当中 捞到好处的 获得利益的 但是你想想看 那台湾这个呢 台湾这个大陆老百姓 ACFA 也没啥好处 台湾老百姓 也得不到实惠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从这些 大的事情上来讲 讲到小的事情上来讲 这是有本质不同的 对不对 当然了 这里面 有些什么猫腻 有什么事 咱们也不好讲 毕竟利益这个太庞大了 所以说现在 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那天我看 昨天我看 今天有网友给我发过来 司马连讲了一集 说防止共产党 国民党化 这个确实 是会话说的很对 你现在共产党 有些这个 有些层面的 已经变成这个国民党 其实一个国民党化 是 只在乎买办 只想当买办 只想捞钱 弄银子 是吧 不干实事的 所以你看 现在哪个领域 你只要一抓 全是大规模腐败 那个数字很恐怖的 所以这是表示 我们要表示担忧的一个部分 担忧的一个部分 那么 我们再来看一看 美媒披露 克里与沙利文等人 关系紧张 中国政策爆严重分歧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召开在即 美媒披露 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们 因气候问题 在中国政策上 爆发严重分歧 因而关系紧张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10月26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希望在气候变化 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 导致拜登的高级助手们 在如何处理 美中两国相互竞争的 优先事项问题上 关系紧张 2021年初夏 距离第26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开幕还有不到 五个月的时间 美国总统 气候特使克里 告诉总统拜登 除非美中关系 都得到改善 否则他将无法实现 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气候变化是美国政府的 一项重要优先任务 但包括美国国家安全 顾问沙利文在内的 白宫助手们 仅靠美国就能 说服中国减排 持怀疑态度 拜登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认为 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 做出决定 中国政府坚持认为 在人权香港 台湾贸易和一系列问题上 美中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气候方面的合作不会开始 沙利文在人权 新疆 台湾等香港问题上 对中国采取的强硬路线 让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 东亚部门 以及国会山的对华鹰派 感到高兴 他们对拜登 继续征收特朗普时代的关税 对北京实施新的制裁 以及用种族灭绝 一词来描述 北京在新疆的行动 加以认可 但中美两国关系紧张 让自由派议员和气候活动 人士感到担忧 他们担心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 污染国之间的糟糕关系 将导致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毫无成效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可能出现的失望结果 是克里拼命想避免的事情 自初夏以来 克里开始主张 美中两国首脑之间 进行电话沟通 希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 找到气候问题的共通点 认为两国间紧张的关系 是一个主要问题 据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说 沙利文不同意克里的建议 认为这样的电话 为时尚早 美国总统拜登9月9日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美联储披露了 中美援手通话的内容 称在拜登任期的早期 中美两国领导人 高级顾问之间的高层接触 基本上没有取得成果 美国方面对此 越来越感到失望 拜登主动发动了 与习近平的通话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的不同的这个岗位上面 代表着不同的这个势力 我说过 沙利文代表的 他就是这种 这个种族主义者 这种彼得伯格俱乐部的利益 美国 我之前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什么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他代表的就是这帮人的利益 就是David Rockefeller家族的利益 说白了 说的就是直白点 就是David Rockefeller家族 的利益 就是美副石油这种利益 也就是金融集团这个利益 那其他的岗位 也有其他的这个 能来安插进行去 对吧 就好像 中国这些政治局里面的 这些常委什么的 他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人马 各自的门徒 对吧 一样的道理 有人的地方就有秘密 对吧 这个东西就有利益 对吧 所以说 他们会产生分析 那么现在确实是 推动这个 用硬道理和中国来谈话的 这些美国的鹰派势力 放软档的原因之一 就是你的鹰派效果 让自由派感觉也没啥效果 你也没把中国恩死 对不对 那么自由派就是认为 那你还 那你就是说 他 你得为我浪 你得为我浪路 确实 北京也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一点 北京想激励的 如果说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 没得选的情况之下 只能选择美国是自由派 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 让美国自由派 在美国实行凯特基计划 消灭白色冷肿 消灭种族主义者 那么 给白 给这个自由派的面子 比如说我们限电拉闸呀 对不对 包括这个 不在这个境外建设煤电项目啊 都是给他们面子了 让他们 利用他们这股力量 去制衡美国 那么像撒利文这种 种族主义者 军国主义分子 极端分子 去制衡他们 所以说政治就是 就得这么玩 没办法 对吧 北京原来也是在 台湾问题上 也是寄希望于 国民党去制衡 这个民进党 但是 国民党无奈 国民党的人太烂了 所以我说过 在对方面这一块的一些官员 到时候把 你就是要支持武统 到时候把 民进党和国民党的 党产全部拿过来 对吧 那么那不是你的吗 好吧 这些就输到这里